说到世界上鼎鼎大名的情报部门 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美国的CIA 然后就是俄罗斯的克格勃 还有莫萨德 最后就是邦德007共职的英国情报部门 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是英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部门 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情报部门之一 因为其经常参与关乎国家命运的各项中央事务 专为政府处理安全 防务 外事 经济方面的搜集情报 同时也从事反间谍的任务 在大国博弈的一战和二战期间 那个大国撕裂世界的战时刻 情报部门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种种都让民众对这个部门付小联翩 也让军情五处猛上了一层神秘的面上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军情五处 时间回到120年前 之前我们视频讲过 英国没落就是从英部战争开始的 衰弱的英国几乎已经快无法把握世界的方向盘 越越越式的新帝国时刻准备接手欧洲 比如德医治 为了能够对付英国 德国情报部门派遣了大批间谍进入英国 收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工业秘密 以帮助德国在竞赛中赢得优势 这件事不光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 也引起了英国媒体的警觉 英国报纸甚至开了一个专栏 以每条10英镑的报酬 鼓励读者向编辑提供有关德国间谍活动的信息 连民众都知道伦敦的大街小巷已经集满了德国间谍 英国政府怎么能坐视不理呢 英国防务委员会建议成立新的军事情报组织 作为对海军情报处活动的一个补充 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 直到1909年英部战争结束7年之后 这个部门才成立 1909年10月 英国作战办公室和英国海军部 联合组建了一个新机构 秘密服务局 名为陆军部第五军事情报组织 如此高大上的机构 一共有多少名工作人员呢 就只有一个负责人 弗农·凯尔上尉 不过 他倒是没有清雷 为了赢得上司的支持 他决定要大干一场 他的第一个翻身仗 就是和伦敦警察长和英合作 通过间谍理发师凯尔恩斯特 顺藤摸瓜 找到了英国境内所有的德国间谍 甚至还为他们都做了档案 名声大道的弗能凯尔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工人生 1911年 第五军事情报组织 改为军事情报武处 凯尔当上了敌人处长 机构也不断扩充人员 凯尔也终于不再是攻尔森林 接下来便是军情武处大显身受的时候了 1939年英国情报机构进行改组 军情武处主要负责反间谍任务 军情六处则是执行间谍任务 此时的军情武处已经是一个超级部门 拥有各种身份的兼职或专职的情报人员将近6000人 凯尔也升为了少将处长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 1939年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日子 在这一年德国入侵波兰 二战正式全面爆发 军情武处在二战前夕就已经羽翼丰满 随时准备着和德国正式开战 所以元首的入侵也并没有出乎军情武处的意外 毕竟他们已经和德国间谍打了20年交道 二战爆发后军情武处也是战功赫赫 有一次军情武处得知 同纳粹德国串通运器的西班牙长枪党 打算派名西班牙青年运动的代表 访问英国 表面上是考察英国的通军运动 实际上是去刺探有关英国国防和防御德国入侵的情报 军情武处收服外交部批准了这一请求 并同外交部一起拟定了接待这位来访者的计划 这位来访者下他的酒店 被安装了各种窃听器 并且将防空炮群调到了酒店附近 一旦有空袭警告 不论敌机有没有到酒店附近 都要不停射击 这让间谍相信 整个伦敦都是防空炮群 实际上英国只有三个 之后他又被带到了温沙宫 参加了唯一一个装备齐全的探戈团 当然了 基带的部门谎称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家议事队而已 接下来这位间谍来到了港口 在他眼前的是英国人特意为他准备的 大大小小各式型号的军舰 这些军舰的规模令他择手 毫无疑问 他觉得英国现在的军事实力强得可怕 防御坚不可摧 海上攻击势如破竹 这位间谍回到西班牙之后 就给了德国柏林发了一封电报 他在报告里写 不要进行任何入侵的尝试 所谓英国缺乏防备的说法 纯粹是英国情报机构设下的拳套 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对英伦主导发动一场 将导致毁灭性灾难的攻击 如此报告让柏林对英国的进攻畏手威尾 给了英国几大的喘息机会 争取了向美国求助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军情五处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2022年有部某半评分8.8的高分英剧叫《努马》 讲述的就是军情五处内一个特别小组的故事 这个电视区第二季和第三季直接突破9分 里面的人物倒也不是什么精英 反而是一群连普通人都比不上的废物特工 酗酒 赌博 跟丢目标 丢失文件等等令人抓骂的审操作不断上演 想要了解军情五处这个严肃部门的话 这部非常狗快的英剧还是非常推荐的 这部门怎么能够学得很狗的 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 我真的想回来 这里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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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